片子這個設計又很普通 平實就像我個人那樣 如果你們有片子的話 我都很樂意和你們交換一下 多謝各位 找些尖具一點的問題來考驗一下我 有沒有先頭那些可以問先頭那些東西 因為都講得很匆忙的 我這個可以講三個題目 有沒有人有問題想請教阿賢先生 或者會不會我講得太好 你們都沒有什麼好問的 其實我不怕重覆 你記住你做一個推廣之前要怎樣 要記住你的目標對象 你想在廣告或者推廣之前和之後 他們發生什麼變化 你是想他們來光顧 來買些東西 怎樣吸引到他們用什麼方法 當然如果說我公司雖然生意都幾好 幾大 有十間八間店鋪 但是他們其實都是靠的士一雙手 或者家庭自己家人親戚朋友做完 那其實你們可以考慮 可以找一些顧問 這個生產力它有些顧問 它是逐個鐘頭計的 也有些顧問呢 就是樂意和你們 就是 以這個成效來計算 就是說 喂 我增加了生意 那當然要給錢人 是吧 可以 也可以說 喂 我想做廣告 或者是想做什麼 想要一些策略性的持久等等 你可以去尋找一下 某一些學會 某一些 如果是外國 通常是外國的飛機 但是有些也是唐人 那樣的 你可以聊聊天 那 譬如你請我吃飯 我可以 行幾個月 無所謂 其實嚴先生 本身有些商戶 在他們登記的情況下 他們都收了一些問題想問 其實他們有說過 很多時候 他們在網上推廣 以他們的經驗來 他們要很多人力的資源 例如他們要事先 有一些比較好的相片 或者等等 其實你會不會有些可能 可以給一些建議 一些比較便宜的 相片 你自己拍都可以好好的 那你說 喂 我其實沒有辦法拍到一張好相片 我是這樣的 那你就有一個是這樣的結果 是這樣的 就是說 你說 我又 我又不想做事 不過我又想 天子下來 這樣 那就真是要 好沒有彩 或者你 腹上一點 那就 上天打掛我做 就是說 如果你想著 我想做推廣 但是 我又 我要收貴個人 我又要 什麼都不做 但是 我又要好成績 都有個方法 你找個李嘉誠做老爸 可能有些機會 其實沒有 一分耕耘 一分收獲 就等於 如果你做飲食的話 你說 我好勒西 我隨便 人有 我就有 那你就得回 那些結果 人有你有 那些東西 很正常的 其實不要做 不要做推廣 做什麼都是這樣說 不要被我嚇傷 你可以繼續問 可以繼續這樣說 其實袁先生 我亦都想問一下 你覺得 你覺得接下來的趨勢 是偏向 可能是 網上的一個宣傳手法 會好些 還是你覺得手機 是否其實都是一個 比較 有潛力的一個市場 手機 沒錯 人人身邊 都沒有 但是如果你做手機的盤 基本上 那個效益 是很小的 那你要想一下 其實你 你的目標對象是 什麼 你的目標對象 是不是手機的用戶 都適合你 不是的 其實你們大多數 當年我不知道 為何有沒有大老闆 吃機 即是有空 你聽聽我 那 你其實 是說 在你屋邨 或者附近 那一、兩條村 那些人 你用手機 去 到達他們 你如果你要 其實 是可以的 其實 因為有些公司 會跟你想 就是我只是這個區 那些 口機的用戶 才能收到 但是 每個彈價會 相當廢 那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為什麼你不想一下 好像 郵政通涵 那些這樣的事情 但是你不要寄一張東西給他 不然那五個水郵費 你會浪費 浪費 你要想一些 你要想一些 是 令到他 不能抗拒 就是為什麼 有這麼多人 願意去想呢 就是因為那個臉 那個臉 那個臉 看出來 相當不錯 是吸引的 那你 你可不可以 想一下 如果我是黑的 見到這樣 我都流口水 你由這個 就是 西班牙來的 就是 髮型專家 跟你 挑一條西班牙式的 頭髮 這樣 我不知道怎麼做 好 謝謝賢先生 解答了 還是問題 是這麼多 沒有尖銳 再做這麼多位 非常好 我們主要都在令匯的一些 屋村商場裡面 我們客群 其實絕大部分 都是可能是一些主婦 那 就是我們有時候 很多時候主婦 比較喜歡 就是有 有著數 他們會過來 例如我們 我們可能有些產品 做特價 過了個特價 我們的客人 甚至會跟你說 你便宜我就過來買 就是你不便宜就 不過來買 但是做得太多 可能有些特價 那天天等你便宜才買 每天下午六點鐘之後 他就是六點鐘 六點零一分 才開始來買 是這樣的 是的 但是這樣可能 多特價的東西太多 或者那類型的推廣太多 又令到品牌的價值 又會相對地下跌 比如好像剛才說 網上那些 又未必能夠那麼 那麼 都很難佔到 對到那些 是的 對到這些客人 那就是 其實有沒有什麼 可以突破到這些位置 大家都做生意 是不是 他有什麼計圖去想 送啊 送啊 嘩 誰說送 那麼激 你覺得他 應不應該做 給別人生意 我對你的說法有點保留 那不要介意 不是針對你啊 你看一下 有些麵包店 賣貴人家差不多一倍 那些什麼貴 東京 什麼什麼 啊 bread talk 叫什麼 麵包 麵包新宇 麵包新宇 貴不貴啊 那些東西 為什麽有排隊去賣啊 那些是否只是小朋友 即是 只是 只是 年輕人 呢 好似他們的行協 我不知道有沒有看錯啊 我覺得自己都很像 主婦 都很喜歡這些特位 那些人 那些人都是這樣 但是你不要忘記 你在這樣的情形 你怎樣突圍而出呢 就不是走去跟別人鬥便 不是 因為 便宜的 你怎麼夠 那些 直接不用給 租金領匯的那些便宜呢 是吧 一定有人便宜過你 但是呢 你可以想一些事情 所以 你要 他的策略應該怎麼做呢 保持 現有客戶 找些 去搶一些 未來 吃麵包的客戶 那怎麼做啊 其實很多 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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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鏡的了 就是 那些年輕人 喜歡一些 古靈精怪的 新鮮的 新鮮的 今個月 做日本包 哇 有 不用多 四五種而已 日本式的包 四五種 那 下個月就做法制包 再下個月又不知道哪裏 國家包 接著就賣大包 是不是 那 還有要把那個訊息 告訴他們 就是 譬如他們有那幫客戶 可以 啊 張斯拉 你家裏有沒有年輕小孩啊 喂 你試一下 試一下這些 他們喜歡這些 這麼貴的 嘩 最便宜我們了 不知道哪間 賣到 做甚麼 總之 我們現在推廣 是吧 一樣有便宜 不過便宜少些 是不是一個好策略呢 我覺得你不能夠 只是 我們鬥便宜 鬥便宜 沒用的 因為 因為 法樂也都是 三十八元 有人 節細催 是不是 我也幫忙過 細細細說這些問題 不過我也有幫助 是 三百八 那些 你那些 要不要三百八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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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嫌差 我想說 如果服裝零售 那方面 當我自己去買衣服 這樣算吧 我可能是比較 去挑選一些 比較 我感覺上 會是好一點的服裝 可能舒服一點 或者款式上 會比較好一點 那其實你 相對地 對那些零售商 的商戶 你會不會有些 有些什麼 意見 那其實可以 告訴他們 怎樣可以 銷售一個感覺 給股客 你會不會 喜歡米牌子 會 但是 有些 那有些 我覺得 當在品牌 它成功建立到 在市場上 成功建立到 之前 它中間 都需要一個過程 那我覺得 你會不會有些什麼 建議 可以幫到他們 可能未必 去到一些 很大牌子 其實 講 競爭策略 只有幾條 一是 你和別人鬥便宜 左單路之內 是 平到盡 現在都提回價 要不就是 你就是鬥磚 要不就是 人 沒有理由 只有幾條 辦法 怎樣 叫鬥磚呢 磚的意思就是 我只是賣 大土衣的 我只是賣 四個X的褲子 有一兩間褲子 專門做這些 但是 屋磚來說 我不是 其實 我們希望 我們賣 日韓 那些服裝 我們 有它的款式 但是 價錢又便宜一些 很多都是這樣的做法 但是 這樣就要 真是 講個款式 是不是 現在的消費者 看著那個款式 對 就來買 你變成 其實是一個 心理學家 你其實 要看得到 你所提供的課息 是否 那些客人會喜歡 這些很高學問的 我這麼說 會不會 對 做一半 其實不是很通 有什麼方法 你反過來告訴我 嗯 就是鬥價錢 但是鬥價錢 老老實實 前途不是很理想 就是 這個是大家的 一定的通病 那 如果 如果是的話 當然 我為什麼 跟大家提議 就是 如果有機會去 學東西的話 學多些marketing 東西 你是 從那個產品 特色 譬如你那些 是 日本北部來的 日本時裝 那就已經 有些少少 差異化 我們經常說 你有差異化 你才可以 起碼不用下價 好吧 那第二 就是 你的定價 就算你鬥價錢 都未必一定要便宜過人 或者差不多 那就行不行 渠道 渠道 沒有得好說 渠道你們 一間店就一間店 跟著 就是推廣 那 你們怎樣做一個 其實 一間店是 有 如果去做一個品牌的形象 之類 是浪費錢 浪費得很重要的 因為你那個 不是全港效應 或者不是全國區的效應 於是 那 就是 很重要的 就是 你那些人員 是否貶到那些客人 有些 有些 銷售員 是很厲害的 總而言之 你不要進來 進來 就是 起碼買 但是 他想著 買一件 變成買五件 拿走 那些真的 很實際 很多都是這樣做生意 對不對 但是 我會知道 你覺得 喂 那我會說了等於沒有說 那又是 那 那 這個就是大家的期望 的問題 你期望我會 這樣 他問一條 我立刻 能夠給你一個獨套單方 那我就厲害了 不過我覺得 先和麵包 因為我研究了很久 我都是貪心吃的 所以 我就可以 一條 好小小的方法 服裝 我不懂 那你再吃飯 希望 我答你半個問題 謝謝 是 那我想問 一個問題 因為市場 可能很多店舖 不太重視 其實如果那個洗費 例如那個expenses 其實應該去佔到 譬如生意 即Epic 而你的經驗來說 其實它應該是佔多少 才叫合理呢 還有第二條問題 那麼 剛才也說到 譬如說網購那裡 可能是十分之一 會有延伸其他地方 那其實我們怎樣去衡量 很好的 那個 我們怎樣去衡量 就是說 好還是不好的定義 譬如說 我可能是賣了一個報紙的廣告 其實回到頭 Hitway 可能是 也不太多 那我應該怎樣去衡量 我的合理 或者是怎樣叫做 你第一個問題是 佔多少 應該是在marketing expenses 應該是佔多少 這個呢 沒有一本書 會告訴你 通常怎樣做呢 通常呢 如果那些快速消費品 由5%到15%左右 就是它的turnover 它的總消壓 但是呢 時裝 品牌 那些很快 就是潮流的東西呢 可以去到一半的 例如 那些 以前 就是 又說一下 就是很多年前 我做一個煙仔廣告 聽說 其實它都不告訴我們 但是聽說 它花在報紙上的錢 超過一半 那 牛仔褲 又是 那個 譬如它買一套褲 那些 一千元左右 高價錢 一千元呢 它拿完 五百元出來 做推廣 那 但是通常 如果你一個零售品牌呢 通常會少於10% 是 因為零售也不是收拾很多 是不是 10%是很厲害的 你們知道 第二個問題 我忘記 是 哪些 就是 任何 任何 就等於做生意 你不是開張 spreadsheet 總而言 你 你的洗費是多少 然後 你的收入要多少 才能夠平衡 因為 在你們的狀況 其實不是太需要說那些 什麼品牌形象 諸如此類 除非你是 Chain Stock 你不是做Chain的 你做Chain的 你做Chain的 嘩 那你找我做Consultant 就是 如果你做Chain的 其實是可以 looking for 這個 要 就是 是 不同的玩法 但是如果 只有 兩間店舖 那個玩法 你基本上就是 survive teat and run or multipize multipize 你自己的生意 不停地增加 你 增加一間 你看得到那個食譜 那 那 變成 你那些推廣等等 都是 locality 在那個區 那些情形 有很多不同 答對你一點點 酒樓業界的朋友 有沒有 有什麼可以 問一下呢 一點點 是 看看你的內容 有低成本 是 如果我扔了10% 的 抗力 或者我扔了10萬 我扔了10萬 我想如果高樓度 是多少% 就是高樓度 這個就等於 你說 好 還是不好 或者 我怎樣可以 和你自己做生意的 哲學很有關係 就是 我拿出來 我要賺100元 有些人會是這樣的 也有些人會說 我拿出來 只要賺到超過11元 我就會開心 這是全培一心 這是一個commercial decision 即是商業決定 不是我可以告訴你 而是我想要這樣 你想要跟所做的事 會很不同 譬如說 我要搞一個 全港 我舉個例子 我沒事的 我要坐滿我家酒樓 道鄉這樣做 我一天就做八場 每場都要兩個round 道鄉是這樣 道鄉都不會坐滿我 我剛才是老闆 他都叫爆 因為有些時間去了排隊 就是這樣說 因為有些情形 當然是 晚上三月中 他沒有開過這麼晚 就是有些宵夜等等 他沒有那麼多人 他能夠拿到份額 他看過整個市場的份額 就是 你說 喂 我有沒有一些方法 是拿一元出來 一定拿到十元的呢 那一定是很少的 你告訴我 如果有的話 還有要多久 是吧 有些事 你等錢在銀行 你可以預期 現在預期五個比率 一年而已 是吧 那你起碼 一般來說 你的回報 能夠高 一般投資的 就叫高 我們這樣看 給你參考 就算你來說 這裡 很快 你不是很快 他們可以用這分 你給你 你不重要 是 你不檢驚 你不喜歡 你不喜歡